Yo 歡迎大家在地膽帶你來玩 今天我們帶你去一個隱世的沙灘 海星灣 Let's go 你知道為什麼海星灣叫海星灣嗎? 不知道 因為呢 海星灣顧名思義有很多海星 但是曾幾何時呢 海星灣這個地方就已經沒有了 因為呢 很多人就去那裡撿海星 令到那裡的生態平衡已經打亂了 沒有了那些海星了 近幾年呢 海星灣又出名了 有很多一些一家大小 或者是一些情侶 就去那裡摸顯 記住珍惜這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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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們今天已經來到海星灣了 那我們今天來做什麼 我們今天是來玩飛碟的 我們今天大概會講一下飛碟怎麼玩 因為在沙灘上面很容易都可以玩到飛碟 但是香港就很少人會做這件事 所以我今天就會教正手 還有怎麼去摺碟 Let's go 好 那我首先就會教一下怎麼用正手 而正手你要懂的就是怎麼開槍 握槍你這樣用這個姿勢 之後就放一個碟上去 然後食指和中指就會在碟的裡面 拇指就會在上面頂著這兩隻手指 之後這兩隻手指就會摺起來 就不要妨礙著的 你就可以靠你的手腕的力 這樣就踢出去 到了怎樣去用力或者扔得好一點 其實主要是用你的手腕的怎麼發力 首先你就不要用你的前臂 用太多的動作這樣踢 因為這樣會令到一塊碟很容易的 還有另一件事 怎樣去飛得平一點呢 就是要一塊碟轉得快 之後你的手腕和手指 這樣推出去的力 如果你動得越快 盤就會轉得越快 所以如果你這樣一次快飛過去 就可以飛得很遠 而且飛得很穩 如果有些朋友 你還經常用到手臂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這樣抓住你的手臂 之後把你的手腕頂住自己的腰 只是用前臂和手腕和手指的力 去做這個練習 這樣可以這樣踢出去 這樣就可以容易做到這個效果 之後就教摺碟 你摺著吧 OK了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示範 因為摺碟 哈哈哈哈 我當現在這隻碟正在飛 其實最理想的摺碟方法 就是上下手這樣拍下去 這樣其實是最容易成功摺到這隻碟 但如果有些比較有型的方法 就是像Captain America那樣 這樣摺著 大概是這樣摺著 其實這樣雖然很容易這樣摺魚蛋 又或者是很容易摺不到的 其實你試了你就知道 但是最好就是這樣摺著 就最穩陣 和最容易摺到的 那我們事不宜遲 立刻試試玩吧 來吧 Yo 那我們就大概玩了半個小時的飛碟 其實我想介紹飛碟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反飛碟是一個外國的文化 但是香港就很少會看到有人玩飛碟 飛碟可以在很多地方玩 可以在沙灘、公眾場所、公園都可以 其實這個運動很容易就可以玩到 純粹想介紹多些 在香港其實都玩到的活動給大家 還有玩飛碟不需要一個很大的空間都可以玩到 其實很適合香港 其實一個沙灘仔、一個公園仔都可以玩到 那記住 離開海星灣之前 記得謹記要避免走自己的垃圾 愛護自己的環境 愛護自己的地球 哇好像很容易跳意 那好啦 今集地膽帶去周遊玩就來到這裡了 下次見 再見 請問一下那些人潮漲是不是走不了的了 這人還要比我 加油 加油